相安无事的亲家突然挥刀相想 三岁孩子老人的挚爱却成了悲剧的情音 一场冲突两家伤痛 看孙子竟然看出了人命爱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孙子争夺战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跟您说的这个案子 起因很小 可以说真的就是家常里短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是最终后果很严重 江苏省长州市罗西镇 有一对退休的老夫妻 陶玉夫和梅国芬 老两口退休之后 原本可以安享晚年 但是看到女儿女婿既要经营汽车修理店 又要照顾孩子 整日忙得不可开交 老两口决定去给女儿女婿帮忙看孩子 以前你叫我带也没工夫带 现在退休了老头一直讲 我们现在能帮他们的时候就帮帮他们 以后我们老人要他们照应我们 老两口的帮忙解决了女儿女婿的后顾之忧 无论是生活上还是生意上都开始变得井井有条 日子就这样匆匆而过 谁也不会想到之后发生了一场意外 打破了这家人平静的生活 意外发生在2010年的1月16日 当天中午11点左右 老陶正在汽车修理店的厨房里给员工打败 这时庆家公谢建民 突然拿了一根半米长的自来水管闯进了店 我在那房间打袜子 他一到门口 他能呢 这样一叫 我看到他手上有一个棍子 没看到刀 看到是女儿的公公来了 没国分并没有在意 依然自顾自的在房间里织袜子 可是过了一会儿 他突然意识到 庆家公今天气势汹汹的有点不对劲 过了好几分钟了 非常不对劲 我把手上的袜子放下来 我就出去 老伴此刻正在厨房 于是梅国分赶紧跑了过去 这不是一两个门吗 我走到那个大门的时候 那时候我看到我老公 五只头 转身来 那时候已经安利过 当梅国分走到厨房门口的时候 看见老伴的头上 已经被庆家公谢建民打了一棍 看见有人走过来 谢建民又把尖刀对准了梅国分 所以我不知道手上是刀 我只知道这样两下 两下以后 我还在那走的吧 一直走到小花家门口 他一转过来就对着我一下 对着我一下 一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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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一退 我还在那里 幸好梅国分及时闪避 用手一挡 这一刀没有刺中要害 仅仅是刺破了腹部 之后 谢建民的儿子儿媳 及时赶到 夺下了他手中的尖刀 和自来水管 这场疯狂才被制止 这之后 谢建民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跑去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了 可是严重的后果已经发生 老陶被送往医院之后 抢救无效 当于死亡 说起谢家和陶家之间的 这起案件 在镇上确实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因为这两家 谁都知道 关系很特别 不光是儿女亲家 而且还是街坊邻居 两家住的也就相隔十几米远 平时也没见两家人 有什么矛盾 激烈的冲突 为什么这次会挥刀相向 在过去看似平静的表面下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矛盾 2010年7月8日 江苏省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伤害致死案件 被告人 被告人 谢简明 到听 在法庭上 记者见到了向庆家公挥刀的谢简明 他59岁 以前从事个体摩托车维修行业 被告人 谢简明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指一人死亡 遇到已故意烧台罪 追究其神职责任 在公诉机关的起诉书中提到 被告人谢简明 与庆家陶玉夫 是因家庭琐事发生口诀 进而引发异常血案的 谢简明承认自己杀了人 可他提出起诉书说的 案发经过于事实有些出入 那么这些出入到底在哪里呢 在法庭上 被告谢简明提到了自己的孙子 我呢 向你生子非常兴趣 已经十来天接不到生子了 那我叫我老太子呢 到汽球场去抱生子 这个去了两趟 没报到 没见到 第三趟我又叫他去 我说谁得来 应该要去吃饭了 再去 去了他还没回来 我看到买过风 背着我的生子 成为摩学地门和金戈 我就去抱来了 原来案发之前 谢简明之所以会和庆家老陶争执 就是因为看孙子 谢简明说 自己只有一个儿子 孙子更是他家的独喵喵 本住在一条街上 可是庆家老是霸占的孩子 不让他们见 自己当时已经十几天没见到孙子了 便让老伴去庆家那边抱孙子 恰好这个时候 庆家母 梅国芬带着孙子 经过他的摩托车修理店 谢简明冲着孙子就过去了 你倒是怎么把孙子来 就是抱过来的 不是说抢过来的还是抱过来的 他背着背着 我去抱过来的 抱过来的 那我也舍不得抢完 我自己的孙子我不肉腾 也不能在他死吃多大的今晚 你对这个梅国芬 你说了哪一些话 我自己的梅国芬说 孙子要吃药 我说药拿到我这边来 我也可以我也要的 谢简明说 他抱走孙子之后 庆家母梅国芬 以种种借口要抱回孩子 可是他抱着孙子就是不放手 当时庆家母 见没有办法抱回孩子 居然当着她的面 把孩子身上穿的棉袄 硬给扒了下来 把我孙子的一个棉袄 硬扒下来 说是他弄来的 那么寒冷的冬天 谁有这么狠心 你把孙子就是 你抱到孙子之后 你有怎么做的 抱到孙子 他把棉袄硬扑掉 我很心疼 孙子在哭 自己的孙子怎么不心疼呢 那寒冬老要把棉袄扒掉 我后来我就抱孙子 抱到后面两号 两号就我的猪猪 是吧 赶紧把那个去烂器开起来 正好我从上海买了一个玩具 那个电动玩具 给他玩 从庆家母那里抱回孙子之后 谢建民正陪着孙子玩耍 这个时候 老伴儿却哭着回来了 一别哭一别回来的 当时很多邻居听到哭 都赶来了 谢建民见状 盲问老伴儿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老伴儿居然被亲家老陶给打了 谢建民说 自己一股怒火 直冲脑门 当时我心里很恼火 如果说女的跟女人打 我讲得过去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老话 好难不跟女斗 男人打女人 我当然很恼火 因为我是丈夫 我自己老婆跟人家欺负 我是很恼火的 但是我还是安排我老婆 我说你不要哭 生子在这里 你去带生子 我还把她骗到房间里 把门关上 然后我拿着治疗下关 你除了带这个治疗水管之外 其他还带什么工具呢 我就拿一个猪痛纸 把刀放在口袋里 谢建民说 他去找亲家老陶 给自己的妻子出气 可是中途被儿子小谢 给拦了下来 一场争斗 原本就此可以掩棘息鼓 不料儿媳陶纯娟的参与 又激怒了她 后来是陶女娟 这是我的媳妇 她从我儿子手里抢过来 摔到我手里 让她打 让她打 于是谢建民冲到厨房 去找亲家老陶 这个时候那个 陶女傅在干嘛 陶女傅在 风菜 直接用那个自来水管 打这个被害人 陶如富对吧 打怕什么部位 头部 头部 打了几下 一下 据谢建民说 他刚用自来水管 打了一下老陶的头 亲家母梅国芬 和儿媳小陶 就跟着冲了枪 亲家一家三口 打他一个人 那我看不清 他们三个人打我 我只要头低着 我抬不起头 没办法 三个人打我 我胸我柜子高 他打我的头上 谢建民说 自己当时被打得 毫无反抗之力 情急之下 就掏出了刀子 不变方向的 乱捅了一气 就是头低着这样子 捅了 我不知道捅谁 大概捅了几刀 两刀 我当时 给他们打梦了 我就知道 就这么低着头捅 面对公诉人的讯问 谢建民说 自己当时被打蒙了 根本不知道 刀子捅向了谁 可是亲家 却不同意他的说法 给他 把大的东西吃 但是有意是个 有意的 他平时不把那个尖刀 工具藏在口袋里 我问他 那个尖刀 平时藏在口袋里 怎么工作 怎么修车 他那次是工具带去的 梅国芬在法庭上反驳说 谢建民其实早就 对他老两口 怀恨在心 一直在伺机报复 他捅了我一刀 一刀以后 我赶出来 赶出来我往外跑 往外跑 他还追出来 追出来 追了一带路 他走出门外 老头那时候 给工人搭上车的时候 我女儿在叫 快叫车子去救人 那员工把老头 搭上车的时候 他走到那个店门口的 第六间门口 手还撑着腰 你给我当心点 我早晚要通事你 他还是要通事他 这句话他说的 说起抢孩子这件事 儿媳妇小桃 一直觉得不可理解 他说 从孩子出生开始 婆婆就以种种理由为借口 说自己不方便带孩子 所以孩子一直 由外公外婆帮忙照料 我婆婆一开始是她讲 他早上也起来得早的 没办法带孩子 夏天们文字多的 也没办法带孩子 你问问他 是不是这么讲过 在儿媳小桃看来 他的娘家 从来没有抢着带孩子 只是因为婆家没人管 所以才由娘家人 承担起这个责任 小孩从 从生下了以后 他们就不肯办 在院里 一个星期 都是我每天在那受罪 造用小孩 回忆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孩子的姥姥梅国芬说 当时为了照顾女儿和外孙 他们老两口没少受罪 而且自从孩子满月之后 他和老伴就义务的 给外孙当起了长期保姆 我们这有一句口话 养外孙养养促生 我们这有一句老话 外孙是假的 既然小桃的婆家 先前不愿意带孩子 那现在为何又要抢孩子呢 他要孩子 现在我跟讲 现在小孩 已经大了 好玩了 他要想领小孩了 领小孩 小孩给他没感情 从小一生下来 就是我带的 跟我有感情 他不要他看到他就哭 看到他就哭 娘家人说 现在孩子跟爷爷奶奶 没有感情 不愿意跟着他们 可是爷爷奶奶却理解成 娘家不让他们见孩子 这结果就造成了娘家人抢孩子的问题 平时你们两家的关系怎么样 不算好 不算好 从哪个时候开始来就是不太好了 大概要七八年前 还没结婚就有矛盾了 据被告人谢简明说 他和亲家并不完全是因为孩子才闹僵的 在小桃和小谢结婚之前 两家其实就已经有矛盾了 他欺负我们啊 他们一家欺负我们 这个欺负的说法从哪里说起呢 原来小谢和小桃的结婚 在小桃娘家人看来 门不当户不对 小桃的父母都是城里人 而小谢的父母则是农民 靠打工维持生计 正因为如此 谢简明老两口说 他们总是被亲家瞧不起 小孩子那个死他不上 他从来不肯死 都是我死 我再迷茫他从来不死 后面来到他们娘家 该开一家人家 我弟弟去担来 中国一盆 中国担来死 死好了呢 我中国三个 他还来去他去上 哎哟 这个尿布还洗得干净了吗 这样的尿布还洗得这样清爽了 他一直看不起我 因为我穷 因为我脏 小桃的婆婆说 自从孙子出生 他就包揽了全部的脏活累活 平时孙子也是有两家人轮流带着的 他叫你们晚上睡觉了 白天你带 晚上我妈妈带哈 那就好啊 是我的 孙子 我的志愿 我应该要带小孩 是吧 我的小孩 我没老得到 什么小孩都不得了 虽然两家的关系一直不好 补贴娘家250块钱 作为孩子的生活费 可是后来 小桃居然听到邻居议论说 他每月贴补娘家500元 娘家人认为 这肯定是公共谢解民家 故意在外夸大其词 制造坏的影响 一气之下 他们就不让爷爷奶奶来见孙子了 就是那开始 不给我带来小孩 就是喜欢小孩 就是不给他 他叫 就是所有他的关系 那个孙子同奶奶 不要给他见 他叫 要所有他的关系 不要给他来 你那个奶奶爷爷 我们一直去抱 他那个小孩 都把他扛掉 不给我们抱 不给我们论 谢家老两口 倒出了心理的苦衷 原来过去 谢家日子过得穷 所以结婚之后 这谢家老两口 就老觉得亲家 有点看不起自己 然后现在 这亲家又不让自己去看孙子了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老两口是越来越着急 而心理对于亲家的那种不满 也是越急越深 直到最后爆发 在法庭上 就两家的关系 公诉人也出示了 这样的证人证言 证人 许李宁的证言 是气球场的工人 因为老板夫妻 夫妻呢 关系的还比较可以 当两边的老人 为了带孙子的问题呢 经常吵架的 这个是 许李宁的证言情况 许李宁的证言说 在周围人看来 两个亲家 关系确实不好 在前面的庭审中 谢家宁一直说 亲家欺负他们 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作为儿子的小谢 一直没有接受 记者的采访 记者只是在 证人证言中 看到了他对父亲的评价 脾气不太好 脾气的比较 比较的糟 喜欢的证高低 通过小谢的证言 我们了解到 两亲家之间 真正的矛盾根源是 儿子儿媳 经营的汽车修理店 生意一直不错 小两口经济上 也比较宽裕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谢建民总认为 亲家老两口退休之后 名义上是给女儿女婿去帮忙 实际上是跟着女儿女婿去沾光 我们两个人去帮忙 他以为我们沾了光 他到外面去讲 我们两个人扶公子 我问我女婿的 我说是你扶的 还是我女儿扶公子的 我女婿说 我又没说 我说女妈妈在外边讲的 其实我们一份都不扶 他就赌计 在谢建民的眼里 汽车修理店是儿子小谢 辛苦创下的事业 陶玉夫老两口 却在那里占尽了便宜 亲家之间的矛盾 于是就越积越深 儿媳小桃说 正是由于无端的猜忌 才导致公共谢建民 与他的娘家矛盾重重 引发冲突 父亲死亡 今天我们请到 演播室的嘉宾 是北京大学法学院 马亦南教授 马教授您好 你好 这样一个案子发生在 三个年镜花甲的老人身上 确实让人不可思议 那么从这个事情的起因来看 最直接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的小孙子 或者说小外孙 为什么会因为一个孩子 而导致这样一个纠纷 您觉得这背后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因素主要是 二代子女 他一般是80后 80后一般都是独生子女 然后独生子女 又再结婚生孩子 他还是独生子女 四而一家庭结构 就是人口比较简单的这种家庭 三代家庭 由于每一代他都是独生子女 所以他就缺少一种 复杂人的人群的这样的一种 自我调节机制 平衡机制 这个跟现在独生子女家庭多 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 您比如说 过去的话 你说老人 如果他有好几个儿女 他可能比如一个儿女 在外地打工也好 或者结婚了 搬出去了也好 他身边还有其他的人陪伴着 但是现在这一旦儿女一结了婚 或者到外地去工作 老人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孤独的状态 他可能心里就更需要这种爱的填补 恰好第三代出生了 孙子 外孙子 他马上把这个爱就转移到孩子身上 这样的话 他就是跟外界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了 那么一心一意地在家里头照顾这个孩子 那么这样的话 他的生活也很单调 那么他的这种 他的观念 他的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 可能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就是比较偏激 比较死心 爱钻牛角尖 可能就发生这种问题 你比如说这个案子 他发生了一个很直接的原因 就是爷爷奶奶好长时间没见到孙子 很想念 结果去抱孙子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这样的矛盾和冲突 就法律上有规定吗 比如说多长时间之内 爷爷奶奶或者老的老爷一定能够见到自己的 法律上没有规定 有些东西是法律需要加强的 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婚姻家庭法 在家庭关系的权利义务的规定上是比较薄弱的 家庭的这些人际交往当中出现的纠纷 应该根据什么原则去处理 这个也几乎没有规定 但是我觉得在人伦亲情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 更多的不是依靠法律去调整的 更多的是依靠风俗习惯 依靠道德 依靠这些东西去调整的 所以不要完全寄希望于法律 即使法律有规定了 那么你不遵守的话 或者你不按照法律的精神去处理家庭关系的话 那也会发生矛盾的 庭审中死者老陶的妻子和女儿 请求在追究谢简民刑事责任的同时 依法判定支付被害人近亲属 死亡赔偿金39万零488元 你愿意不愿意对被害人家属通过赔偿 来降低自治的危害后果 你看你有哪些财产 可以个人财产 可以用来赔赏的 个人财产为一个某些店 那个某些店 把某些店买了 买了买了买了买到几七块而已 在民主书中原告的你讲 你这个价值买买就几千块钱 那几千块钱和这个十万 家族差处太大了 我发了一较百 但是现在有什么值得 因为我有信用 因为我在信用社的 他以前给我带去存钱的 他有承担的 不可能没有 双方就赔偿问题 难以达成一致 而对于谢建民的量刑 公诉人和辩护人 也有不同的看法 百元认为被告人谢建民 故意的伤害他人身体 指一人死亡 一人的轻微上 根据中华人共和国刑法 建议对被告人谢建民 放出了无期徒刑的一项刑法 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谢建民犯故意伤害罪的定性 不持异议 但是认为谢建民的行为 也是事出有因 建议对其从轻处罚 整案的起因 仅是源于生活小事 被告人夫妇与被害者夫妇之间 为泰湾爱孙而发生争执 其本意并非蓄意的想杀人 而是在自己遭到被害者夫妇 及其女儿三人的合力围攻之下 无意中摸到口袋里的三人尖刀 随手挥舞防御时 不小心捅到被害者要害处 而导致其死亡 故编护人认为被害者及其家人 在本案中存在一定的过策 悉法庭能考虑上述情节 对被告人依法重新处罚 案件宣判前 谢建民做了这样的最后陈述 第一次港管不要得罪以后 我就不想大家了 如果我想大家港管得罪 我把刀拿出来去出门 我不想大家了 后来是因此我媳妇 再把港管塞到我手里 惊论我 挑起这次打架的 如果说他不拿资料塞刀给我 我就不打架了 这是肯定的 2010年8月3日 江苏省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本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被告人谢建民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无计逐行 不多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谢建民 赔赏附带民主书中原告人 没过分 逃离间 死亡赔赏金 390488元 对于这样的结果 被告人谢建民的老伴显然有点出乎意外 当场失声痛苦 可是无论被告人最终受到怎样的惩处 被害人失去的是生命再也无法弥补了 一审判决之后 被告人谢建民表示 无从本判决没有提起上诉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老人 老人 说到老人和孙子辈 实际上我们没有提到中间 也就是孩子的父母 但同时又是老人的孩子 他们是双重角色 就这一对小夫妻在这个事件当中 他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80后的这些年轻父母 他们还不太善于处理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 因为他们从小到大 都是被呵护的 被照顾的 你像这个案子当中 如果80后这对小父母 他们如果懂得一些处理家庭关系的一些技巧 一些东西的话 那就不至于矛盾激化到那种程度 可以及时的化解 所以错过了一个化解矛盾的最好时机 包括在冲突发生的时候 儿媳妇居然把棍子还给公公 说你打 你有本事打 就这样的一种方式 恰恰 激化了矛盾 其实他们的出发者都是为了这个孙子 都是为了孙子 都是因为爱这个孙子 是吧 因为爱而发生了矛盾 因为爱而最后两家成为仇人 是吧 那既然是都是出于对孙子的爱的话 为什么不可以转换一下思路呢 是吧 你都爱孙子 那就要想出来什么样的爱对孙子是最好的 以什么方式去爱 怎么样两家通过这个处理好关系 来给子女保证他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成长环境 是吧 两家确实需要去思考 所以现在这孩子老爷不在了 爷爷要进监狱了 父母 然后一个奶奶 一个姥姥 这四个人怎么去处理这件事 我觉得对于这个孩子来讲 影响将会是很大 对 其实因为这样两家发生了这么激烈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么使得这个孩子今后他在面对两个家庭的老人的时候 那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难相处的 所以这个需要非常大的智慧才能够化解这种矛盾 由于之前的小矛盾没能化解导致后来的悲剧出现 这样的事情我们真的不愿意再看见了 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家庭出现小的矛盾纠纷 千万不要不以为然 一定要认认真真把它当个事去解决 因为一个家庭的和睦 是一个家庭幸福的最根本的基础 感谢您关注本期今日说法 也感谢您到演播室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通知频道的其他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今日说法 再见